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童sir 我相信可能剛才有部份同學 在樓下梁sir那一堂 是不是都已經做好了車架 或者是台姐還未做車架 好了,我現在再講 就是我們這個馬達 如何推動它 其實今天較早前也有講過 我們利用一些醋酸 在家裡的廚房也會有 另外也會有 一些baking powder,一些梳打粉 其實當兩樣東西加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 記不記得?沒錯,就是二氧化碳 我們將它們加進去的時候 加進去 好,首先講一下過程 我們首先 將這些 醋酸 加進去瓶裡 好了,加進去 加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茶包 這些茶包用來盛裝什麼呢? 這些茶包用來盛裝 一些baking soda 好 就把梳打粉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好,然後 你將它很小心 小心翼翼的去這裡 準備放進去 還有預備 你的活塞 活塞留意 這個有開關 你要先按下去 可以嗎? 好了,接著 你就再把茶包壓進去 好了,壓進去的時候 然後呢 就讓它慢慢慢慢反映 好了 然後呢 弄好之後 這個活塞 就慢慢讓它 好了,陳先生 要小心一點 可能是要 對了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到時候 你完成了之後 就可以到下面操場 來一個鬥快的比賽 好,我的介紹就這麼多了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拜拜